这样的周星驰你知道吗 周星驰的名字是妈妈给取的 在自王博腾王格序中 雄中物猎俊彩星驰这一句 星爷刚入行时 接好友梁朝伟的班去主持儿童节目 430穿梭机 并在那儿一熬95年 等到他离开去拍戏的时候 已经26岁了 而且他班的是刚刚入行的正一剑 而更巧的是 接正一剑班的是星爷的前女友朱音 星爷和大叔真的脑白了吗 事实上并没有 大叔曾说过 两个人只是多年不见 感情淡了 这种经历我们或许都曾有过 大家都以为星爷最难忘的是朱音 但事实上却是他的初恋 陪他经历过低潮时期的罗桂娟 星爷当年凭借霹雳先锋中的小偷阿伟 一举拿下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爆火后发觉他的李修贤 立马让他连着拍了几部片子 转到飞起 而大话西游里的经典台词 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 就是当年李修贤在片场骂他的话 后来李修贤还在媒体面前说星爷是万恩负义 红了就躲着他 但是绝口不提其他公司找周星市拍戏都是几百万 而他给的是七十万